首先先恭喜你,刚才看到你很兴奋,先谈一下你这一份赢了,带了中国进决赛,那种感觉怎么样? 感觉真的非常好,但是最想感谢队友给机会吧,陈宇飞打得非常好,然后我们一双清晨跟凡凡,在很不容易的情况下, 帮我们把比分跨到2-0-0,所以谢谢队友 她感到很感兴奋,她也想感谢每个团队,每个人都支持她 今天的对手也有点困难度,因为她最近也是打得不错,你是今天用什么状态? 对手也有什么状态? 我不知道,我就按中文人这样做说,她中文名,李文亮一直都是一位很优秀的选手,今天我觉得,我可能只是在总比分上有一点心理上的优势,所以我会越打越放得开,她可能会感受到比我更多的压力 她说她的感觉很棒,她的感觉很棒,然后她的感觉很棒,然后她的感觉很少,然后她的感觉很难受到比我更多的压力,在这场赛 前两场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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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是,呃,就是,呃,就是,呃,你落后,在追踩赛的吗? 今天就呃,能做到就是,能领先,因为呃,上一次你也说,就是因为你落后,所以变成压力在你这边 呃,你现在今天的发挥,你今天的发挥,你现在打决赛,你觉得对你信心啊等等,有如何加强? 呃,我觉得就这三场球的过程可以说是一场比一场要做得好,所以还是要把心定下来 希望明天可以做得比今天更好,就努力往,就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就可以了 呃,他就想要做得比翌日更好,就要做得比翌日更好,就要做得比翌日更好 对比翌日更好,对比翌日更好,对比翌日更好 对比翌日更好,对比翌日更好,对比翌日更好 如果明天打韩国,现在是他领先,假设说是打了一个KINGGAWIN的话,您会怎么对待这场球? 呃,首先我觉得能进决赛的队伍,呃,对手都,就是,实力都不容小区啊 呃,明天要做的就是,我还是想一分一分地去打,对 对手都不容小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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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手都不容小 呃,七个月前你已经有了一个决战经验,呃,这是又有,呃,你觉得对你,对你们还是对中国队会算是一种有用吗? 其实可能赢球的那个记忆还在 七个月前赢球的记忆也有一点点淡了 但是七个月前我们是多努力我还记得 所以忘掉那种开心 然后跟七个月前一样非常非常努力 非常非常拼搏地去打完这个比赛 她还记得所有的 moments 在七个月前 这次她会尽量她的最好 然后让她做得更好 谢谢你 谢谢